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度化一些众生 请大家 含无上殊胜的菩提心 下面 他这里就是说 我们世间当中的 有些智慧下载 目光断签的人 虽然自己 尽心尽力地成办有些事情 当时他也是 下了一定的功夫 可是所成办的结果 事情的效益不妙 应该说是很微薄的 就像我们世间当中的 有些孩童 他非常精进地造陀峰 或者做各种各样的 一些玩耍知识 但是他所得到的成果 结果 并不是很弥强 同样的道理 我们世间当中 应该说 这个智慧相当地需要 如果没有智慧 尤其是目光断签 现在世间的有些人们 真是不管他说话 做事情 很多方面可以看得出来 对长远的大蒜几乎都是没有 很多事情 就是眼前的这一点 或者说明天 今天的事情 或者说这一辈子的这种事情 这就是我们真正的 佛教的智慧来看 可以说是树目称光的 应该说 在未来长远的理想 或者一些目标 应该没有了 所以我们平时的一些 说话和行为当中一定要看出来 不要把自己约束在 特别小的一种范围当中 尤其是做的一些事情 想的一些事情 不管自己有没有能力 应该稍微扩大 自己思想和智慧的境界 这一点非常重要 以前世间上的一些人 不仅说我们佛教上的成功 需要广大的智慧 而且世间的一些智慧 也是这一点不可缺少的 像以前世间的彭修权 他也是在暂时 应该获得了 一定的地位和利益 但是后来因为他的智慧下矮 他的下矮主义的思想 所导致自己在纪念当中 自己所有的地位 全部都已经失去了 李慈生的失败 也是对后来他的智慧下 也可以说他的考虑 有一定的关系 包括我们现在的一些 高僧大德也好 有些上师 显现上暂时轰动一时 但是后来也是命不太长 不管是弘法利生 或者他的事业 做得不是那么长远的原因 也有这些 有些人当他一出来 或者是平时他的目光 就是放在自己的一些事情上面 再加上他所考虑的 非常简单 这样之后 所成办的事情的的确确 就像那个孩童 他在有些河边 用什么沙石 土这些堆积成高楼大厦 最后他进行的这种劳动 被一股大风 或者说一阵雨 全部是释怀无欲一样 我们世间有些人的这种做法 真的是 考虑的不是很主导的 因此以后 我们的高僧大德也好 或者一些居士 应该多想一下一些众生的利益 多想一下自己未来的多生 生生世世的一些长远的利益 这样以后 比如说我们获胜了以后 会自来而然会出来的 那么我们有了长远的 利他的心 自己的简单的一些生活 应该说自来而然都可以 成立的 有些人从佛学院里面 或者是学到一定的佛法以后 一直想到 我的名声怎么样提高 我的知名度 依靠什么样的途径来提高 在方面考虑 如果你这样考虑 人人都应该知道 是你的动机 最后自己也是 不一定有成功的 因此一旦有些人 有弘法利生的这种机会 或者说不同的在场合当中 你有什么样的方法呢 主要是利他的 长远的心 不要有目光断浅的意义 为自我保护 这样没有多大的意义 所以这也是 有智慧的意义 下面就是说 他这里就是说 我们有些人自己已经具入了 辨别是非能力的这种智慧 通过自己的智慧来 想想细细地观察以后 再进行抉择 当然有智慧的人 他不用依靠别人 不用凭借别人的智力 完全都是自己可以断定 自己抉择 如果自己在这方面 智慧有点欠缺 自己千万不能骄傲 智能 认为在别人面前问 可能不好意思 然后不去请教别人 这种做法是一种愚蠢的行为 古人也经常这样说 智者不闻 只为修持 而愚者询闻 只为修持 所以智者和愚者之间的差别 也是从中一刹而分的 因此我们很多的问题 应该自己不懂的时候 你可以问别人 问别人之后借用别人的智慧 自己也应该能了知一切 比如我们佛教的一些知识 有些居士 出家人 他自己应该说是不太懂的 但是始终觉得 我给别人问的话 别人都认为是 我很笨 那就算了吧 自己不懂都不懂 有时候自己反而误解 他自己也认为 可能这样就可以吧 经常没有面对别人的勇气 这是不好 应该敞开的 应该有些问题互相探讨 我看我们这里的有些法师们 经常提出一些问题 互相不同的地方 作为探讨的着重点 这样以后应该有 不仅是我们世间有些人的成功 也是问别人而得到的 这种显现也是有的 比如说以前三国的时候 六百他自己 人应该是非常不错的 自己的这种德行 但是从智慧方面 并不是很高 但后来他就再三地到 诸国娘迎居的地方去 再三地求 最后通过他的精进 诸国娘也是已经感动了 然后他下来 对他进行策划 后来刘伯也是 建立自己的受过 也实际上来自 应该说是依靠别人的智慧 自己如果认不好 自己没有这种功德 别人也不一定跟你讲 自己也不愿意给别人请求 所以这些世间的 有些知识 我始终觉得 我们学佛的人也是 当然我们的智慧 肯定有高地的 所以在别人面前问 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萨迦格言当中 也是这样讲的 如果智慧没有辩论 没有听闻 不知道他内在的学问 就像我们所谓的鼓 没有打击的话 他发不出他的鼓声一样 因此大家在不同的地方 不管是出家人居士 现在我觉得 还是有点高兴的事情 这几天听说 很多学入行论的人 互相探讨 辩论 商量 大家以前根本在大城市里面 没有发现过的一些事情 刚开始的时候 大家都害怕 互相生气 后来逐渐逐渐已经可以了 你互相不懂的地方 互相问 当然问的过程当中 不要有蔑视别人的语气 这样没有必要的 你连这一点都搞不清楚 你本的跟猪八戒没有什么差别 是不是猪八戒的儿子 一个是你啊 这样就侮辱别人 世间的一些恶语开始 这样的话 自己也是在生生世世当中 当旁生 有很大的罪业 没有必要的 以前的有些人 好像自己稍微有一点智慧的时候 经常学一些不干净的语言 开始侮辱别人 这种方法是非常不好的 但平时自己不懂的地方 给别人问 别人也是应该不要 一直藏在自己的肚子里面 害怕别人知道了 就这样的方式来不说不行 应该尽量地宣说 还有应该经常 阅读一些智者的论典 大家都非常公认的 具有智慧的这些论典 比如说像五股王尊哉 他没有亲自见过五股王尊哉 但是他就阅读了 五股王尊哉的教典以后 完全领悟了一切实相 这个法成论师也是阅读了 成那论师的《英明论》 之后成为世间的量子哉 阅成论师也是 阅读了龙猛菩萨的论典 最后成了中观的智者 所以我们世间当中的很多人 应该说是阅读一些 前辈高僧大德的论典 然后自己应该 从事自己的生活 现在也是世间当中很多人 虽然没有见过一些 前辈的上师 或者即生当中 虽然注视的有些上师 没有见过 但是依靠他的论典 自己的智慧 见解 完全有所改变 这也是 应该是一种智者的行为 我都有时候这样想 我在读书的时候 我最喜欢的就是这个 有时候法本 平时我们在教的课程书以外 我就特别喜欢读 《格言宝藏伦》和《水母格言》 还有《大圆满前行》 后来 我现在都有时候这样想 当时自己的运气 应该算是很不错的 因为在学生时代的时候 什么各种各样的 乱七八糟的书籍都有 但是这些都是 没有特别地去花时间读 自己最邪压的就是 《格言宝藏伦》 还有一些《大圆满前行》这些 但后来在自己的一生当中 也应该说是 对自己来讲起到一定的作用 所以我们应该尽量地 读一些智者的论典 同时要经常想一下 智者和愚者之间的差别 你看《格言宝藏伦》当中 专门讲一篇里面 讲一些智者和愚者 智者说话 做事情 然后发愿 修行 什么都是用智慧来摄持 而愚者什么事情都是以愚笨的 行为来摄持 所以自己虽然不敢说 已经变成了大半智大 大智者 这个是我们舍得 没有一定的因缘 是很困难的 但是一般在这样的 闻思过程当中 自己还是看了一些智者和愚者的 差别最终还是知道的 所以你们最近 如果有时间 我非常希望《军规教言论》里面 有些智者愚者的差别 还有尤其是《格言宝藏伦》当中 智者愚者的差别 是非常好的 自己知道 哦 我现在具足了这些愚者的像 以后尽量地改正 我现在具足了这个智者的像 稍微在这方面 如果自己有这种思维的能力 那么不会堕入我们现在世间的 这些愚者的群体当中去 是不是 我很啰嗦 如此行持智智慧 自然而然与增长 若其智慧与增长 高尚行为与随证 如果我们根据前面的这些道理 在智者面前经常提问题 自己也是多看一些智者们的论典 我们智慧一定会自然而然 一天比一天会增长的 如果我的智慧 越来越增长 那我的行为 越来越会如法了 越变成高尚了 原来变成什么妓女 陀佛 以及世间最下等的人 那么通过智者们的这些智慧 自己最后也变成 非常了不起的大德 这是从印度到现在 很多佛教的历史上 也是可以看得出来的 因此我们的智慧 有时候我是这样想的 现在很多居士 这些居士最希望的是 让他们多懂一点佛法 多学一点佛法 如果佛法的道理 越来越懂 那行为上 自然而然会如法 行为越来越高尚了 前一段时间 我们九母里面 今年考试的 也是很不错的 大家都学得非常精进的 所以今年很多 这边僧众们的几率 不用天天都是拿着滚棒来 说你不要犯法 如何如何 不用这样乘法的 应该很多人 道理上懂了以后 人的素质越来越高的时候 行为越来越规范了 越如法了 这样以后应该每一个人 把这个智慧是非常关键的 当然世间当中也是 没有这个智慧的人 这种愚者是非常可怜的 同样的道理 在我们佛教的群体当中 有些像是想学佛法 但是一点都不懂的这些人 我觉得是 非常非常的可怜 因此我们以后 想尽一切办法 提高大家佛教的水平 如果提高水平以后 他的修行 行为越来越如法 不用特意地去改 如果行为 他高尚行为欲增上 一切福得如全容 其后念于日食咒目 自己获得大精益 如果我们的行为 越来越高尚 那大家人人都会对你恭敬的 你的名声 财富 事业等等 就像夏天的泉水一样 自然而然会增长的 那么这种人 他一年比一年 一月比一个月 一日比一个月 就是一日 越来越他的智慧 境界 修行 以及高尚的这种平德 越来越增上了 有些智者短暂的时间当中 他的改变是相当大的 欲者你住多长时间也是 一天比一天下降 一天比一 原来好像算是还不错的 再不说还是有一点 正知正见都是有 然后自己也是不精进 每天都是想尽一切办法 不要有佛法的教育 每天都是在躲避 最后自己行为 一天比一天 慢慢慢慢下降了 就像没有加水的 一个瓶子里面的水一样 原来是有一半的水 最后全部干了一样 欲者就是这样的 而智者的话 他的智慧 一天比一天增上 最后在所有的人群当中 也是自己的智慧 会发出光芒 利他的光芒 所以我们大家应该 精进地增上自己的智慧 因为这一篇当中 主要讲智慧 我们始终都觉得 没有智慧的人真的非常可怜 应该大家通过这个智慧 依靠自己的精进来 应该可以得到了 所以大家应该要精进 要精进 下面《二规教言论》当中 想讲智慧的时候 下一个颂词是这样的 他这里就是说 我们在这个世间的 所有的万世万物当中 应该说是 对任何生物的态度 并不像对自己的身体那样爱重 每一个人来讲 应该对自己的自我 非常执著 大家也应该清楚 我们有些人口头上都是说 我对别人 是如何如何的关心 但实际上真正落到 自己头上的时候 应该说是对自己 是最喜欢自己的 最执著自己的 但是有些人 虽然执著自己 可是对自己好的事情 根本不会做的 应该对自己好的事情 增长智慧 从小都是学习一些 对自己今生来世有利的知识 应该思维 在我的一百兆当中 是哪些是过失 那些是功德 在过失方面 尽量地去克制 功德方面 一定要去增上 努力 这方面一点都不思维 虽然表面上看来是人 实际上跟非亲和助手 没有任何差别 因为这些动物 他们也暂时能维持持活 经常寻找一些吃的 住一些在住处当中生活 他们也会的 所以我们作为一个人 尤其是现在 学习大乘佛法的人来讲 大家一定要对自己的未来 对自己人生的打算 心中有一个目标 现在很多在家人 有些出家人 真的人生没有什么方向 没有什么定位 凡事过一天算一天吧 迷迷糊糊地这样过着 到底我在这一辈子当中 最有意义的是什么 最没有意义的是什么 要舍弃哪些事情 要做哪些事情 这方面作为一个人 应该说有一些打算 除了自己的饮食 生活以外 比如说 我要学这部论典 这部论典当中大概的意思 我要了解 那么我乃至甚甚是 我要为一切众生 发无上的发心 应该过失与功果 我们世间当中的 功德与过失两个 一定要先分清 分清以后自己 部分的功德要做 部分的过失尽量地克制 比如说我们一辈子当中 我把所谓动物的肉不吃 这就是我活在人间 也算是有一种有意义的事情 然后我一辈子当中 尽心尽力地听受一些佛法 同时做一点方式 然后我每天念一些经典 那这样的话 这也是我一辈子当中的一种选择 所以当然你如果有 大的一些能力弘法利生 那就更不用说 所以我们在座的人 不管是出家人 在家人 希望好好地思维自己 到底你活在这个世间上 你到底要干什么 那就一定要自己 对自己有一种安排 什么都没有 反正哦 今天是不是已经天亮了 天亮了 就吃一点东西 睡一会儿 然后做一做事情就完了 每天都是这样 哼哼哼 几十年都过了 我们很多人的人生 到现在一看 整个这个过程 全部没有什么方向 没有什么目标而来的 所以以后也这样是不行的 一定要对自己的来世 有一种标准 人都特别 人人都喜欢自己 但是对自己的方向 没有什么着落感 这方面大家一定要思维 乃至因上诸说是 也许闻他即自杀 一生所取所舍 舍不闻不杀其非纯 他这里对于一个人 仅仅是做一些简单的声音 或者做一些舍迹 修建 以及承办家里的事情等等 这些一般的人们 他自己不懂的时候就开始问 我在这里如果是办一个商店 会不会有声音 那么经济的来源是什么样 然后商业的渠道是什么样 很多方面会观察 如果自己实在不懂 应该经常到一些 纪念丰富的人面前去询问 这是世间一般的说声 你获得利润和不获得利润 并不是特别的重要 但是人人都有这样的 尤其是有智慧人 有这样的传统 同样的道理 我们作为一个人 在自己一辈子当中 所舍 所取得 这些方面如果没有问 没有观察 那不是世界上最愚蠢的人 记得上师如意宝 在当时加拿大给他们做开示的时候 也许你们可能有些 看过上师的广蝶 这里面后来也有 当时上师这样说 我们作为一个人 每天的饮食也要进行取食 我今天吃什么菜 这个菜里面不要有什么毒 不然对我身体不好 然后我吃的应该如何如何 他对一天的菜 一顿饭也反反复复地 需要进行观察 那何况说我们一个众生 乃至生生世世的众生打击 这个一点都是不思维 跟旁生没有什么差别 当时上师一再对西方人 也这样尊尊教会 后来很多人认为法王的教言 真的是有意义的 我们很多人以前都是为了 奔波自己的婚姻 家庭 生活 一直这样吵恼 但从来没有想过 对自己的来世到底存不存在 那么今生当中 该做的是什么 不该做的是什么 这方面没有任何打算 太愚蠢了 很多人从中开始 发起坚定的誓言 而行持善法 我想我们在这里 也是大家应该想过没有 自己也看一下 世间人对一般的一些区区小事 也要分析和研究 那么我们在座的人 自己以前在自己的所作 所取 所思上面 想过没有 那现在有没有打算想 这方面一定要观察 如果你没有观察 每天都是以这种方式来过下去 也不是一个事情 应该就是想 我现在已经 比如说我们有些人 可能三十岁 四十岁 五十岁 六十岁都有了 那么这样 我现在以前的这几十年 通过什么样来度过的 那么从现在开始 应该心稍微专注到一些佛法方面 尤其是我们现在 一边学理论 一边大家调伏自己的相续 的的确确是非常重要 这一点没有一点修持 光是口头上 也起不到作用 当然修持的时候 也没有理论想结合 天天都是看到虚空 天天都是观自己的盲目的心 这样也是不行的 应该有一种利他的行为 有一些闻思 结合起来 大家一定要修 不然世间过得特别困 二三十年闻思也是 最后自相续的烦恼 一点也没有调伏的话 是不行的 因此大家也应该 这方面没有问 没有观察 非常愚蠢的一种行为 然后无果知是随少见 若于果实之为果 则能断毙所作果 将成犹如利云欲 他这里说 我们这个世间上 没有任何果实的人 在这个世界上找 除了像释迦牟尼佛 那样的佛陀和一些菩萨以外 一般的人当中 非常非常的罕见 但是有了一点过失 也不是特别的怕 一定要了知过失 如果我们不知过失 一错再错 这样犯下去 那最后自己也不知道 堕入到什么样的深渊当中去 因此一定要了知 自己是有错误的 如果你知道自己有错误 那么从此之后 你一定会改过自信 然后这种过失也毕竟是一种有违法 它可以改变的 它可以依靠对质来摧毁的 前一段时间 我们这里有些道友 通过自己的反省完全认识到 自己的有些做法 行为是不对的 然后自己也是从内心当中忏悔 我这个生很坏 如果我这样下去 真的成了法友子 幸好我现在行过来了 真是我们需要这样的一种顶解 需要这样的顶解 如果有了这样 那么将来我们的修行 一定是从无垠当中 离开的交界的月光一样 会获得成就和 获得殊胜的果位 否则我想很多人始终都是 自己成立在过患当中 别人也不愿意讲 自己也是不知道 那这样过下去 众生也是非常可怜的 如果我们仅仅忏悔 也能有好的机会 以前我讲《金刚经》的时候 当时也给大家提过 唐代的时候 当时有一个人 不信佛教 后来他到一个朋友 那里去的时候 看见一本《金刚经》 然后他不信佛教 把他死掉 死掉以后 从窗外认出去了 后来他回来以后 突然他的话不能说了 变成哑巴 他们家里到处寻找名义 大概是五六年当中 治疗对毁也没有用 他也是相当地痛苦 有一次他的隔壁 开始诵《金刚经》 诵《金刚经》的时候 他自己也是当时 觉得非常后悔 应该是他以前 使《金刚经》的报应 然后他自己对着墙壁 默默地忏悔 一边合掌 大概是过了一个多月的时间 后来有一天 他到一个寺院里面去了 寺院里面去的时候 当时寺院里面有一位 非常慈祥的老和尚 他问这个鸭巴 他需要什么 他当时指点 用手指指点自己的嘴 表示自己是不能说话 让老和尚作加持 后来老和尚从修指里面 拿一把刀 然后割下他的舌头 割他的舌头 但是很奇妙的是 他的舌头也没有痛 也没有抽血 而当下他会说话 让他非常高兴 后来在老和尚面前 也非常欢喜地忏悔 后来给他也是念了《金刚经》 当他念《金刚经》的时候 这个声音非常 以前隔壁的声音 一模一样 他觉得好像跟原来的声音 一点都没有差别 再过几天 他又去寻找老和尚的时候 寺院里面没有这位和尚 他后来跑到罗汉殿的时候 罗汉殿里面 就是徐菩提的相 徐菩提的相跟和尚的相一模一样 后来他发觉到 当时在隔壁听到的声音和 那么他面前所现实的 全部是徐菩提的华仙 然后他请了华家 画了徐菩提的相 然后自己也是亲自写《金刚经》 从此以后 众生逢宗《金刚经》 变成非常了不起的修行人 有些人甚至诽谤 烧毁佛经等等 造了这么严重的罪业 后来自己完全知道 自己过失的时候 他有忏悔的机会 有了忏悔以后 后来就像《亲友书》里面 所讲的那样 以前嗔恨心最大的 贪心最大的 愚痴最大的这些人 最后也是就像日月 离开了云雾一样 获得了圣者的果位 因此在座的人当中 也是以前一点没有过失的 一般来说是非常少的 我们藏族有一种比喻 就叫做 人没有过失的 很难以造的 树没有结巴的 更难以造的 所以我们到圣灵里面 去造的时候 确实是这样的树 恐怕也是难造的 人分身先 树能无果 古人也是这样说的 因此我们一点过失 都没有 不可能 但是有了过失的时候 大家一定要懂得忏悔 如果你不懂得忏悔 一犯再犯 最后也不知道 变成什么样的人 然后在下面 圆满族的虽罕见 若于功德生性乐 且于彼得常传习 再将成为具得者 我们这个世间上 应该是除了一些佛陀圣者以外 所有圆满功德 十全十美的 这种完整无缺的人 应该说是极其罕见的 但是我们作为一个人 一定要对功德 对善法有一种希求心 欢喜心 这个很重要的 比如说自己虽然比较笨 但是对闻思很有信心 这也是非常了不起的 有时候看我们人当中 真正的好人都是非常难找到 我经常这样讲 智慧比较不错的人 又很傲慢 心不稳定 人很稳定 很老实又特别笨 什么都不知道 很多行为真正 这个人又很文章 又有智慧 又有惭愧心 又有对他的因果证件 就像《二规教言论》里面所讲的 真正非常完美的一棵树 这样的人很难找的 有些辨别能力 很多方面是非常不错的 但是旁边又出现 哦 这里还是有他的毛病 经常会有这样的 所以非常圆满功德的人 在凡夫人当中的的确确 也不是很容易找到的 但是自己也觉得 自己真正有了这些过失的时候 为了遣除自己的过失 而好好的 尤其是对善法方面 有信心 有欢喜心是很重要的 就像是恶狗面前 放清草一样的 所谓的一听到闻思修行 一听到一些善法功德的时候 就闷闷播了 特别没有兴趣 然后一听到一些说事 看电影 电视 我听说我们有些人 是不是有看电视的现象 如果你应该以前发过愿的 如果现在还这样 还是要惩罚 最近我还是通过不同的途径 发现了一些 对 因为我想我们在这样的寂静地方 看这些确实是无聊的 没有任何意义 一般大城市里面的一些 具有良知的修行人 他们现在都不看了 我遇到很多很多的居士 他们都说现在已经五六年了 从来没有看过电视 所以在城市里面 能制止这样的恶经 那我看我们的修行人 更不用说了 应该对善法方面 还是要有兴趣 然后造恶业的 不好行为的 一些各种各样的说事 大家都尽量地制止 不要再继续喘息下来 已经喘息的足够了 我们从无始以来到现在 从今生也是从小到现在 还是对罪业方面 对恶业方面 还是应该很多人的 传习和习气力量都很不错了 所以现在一定要自己成为 逐渐逐渐 就而就之变成智者 变成学者 所以对自己和他人 一定会有利益 就像我们这里 有些法师一样 他们也是刚开始的时候 有各种各样的习气 但因为他喜欢善法 逐渐喘息以后 现在也是不仅是自己 基本上能保护自己 而且也能度众生 所以我想每一个人 应该需要这样的境界 好 他这里就是说 我们作为一个人 经常应该认识 了解自己的错误 如果你不知道 自己犯的这些错误 那么这个时候 这种人不断地犯错误 一而栽 栽而善的 他不断地会犯 天大的错误 这样以后 这样如是绿绿的 再次地从他斧子 再次犯错误的这些人 那么前世自己以前所积累的这些功德 全部会灭尽 所以这个颂词当中 所讲的道理应该说 对我们来讲 还是很重要的 世间上的人 就很难以认识自己的错误 比如说我们有些人 在世间当中已经很恶恶恶地 或者说无聊地 已经过了几十年了 但是自己从来没有发现过 从来没有发现 现在通过善知识 和通过一些正量来了知的时候 自己在上半生大部分的世人 全都已经没有任何意义的情况下 都已经夺过了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人 修行人也是这样的 为什么依靠真知正量来 经常要观察自己呢 最关键的就是 要知道自己的这种错误 一旦一个人真正发现 自己的错误 那他的行为上 一定会有改变的 如果你没有发现自己的错误 那么永远地一直犯下去 最后 这成了不可救药的 我以前也是讲过 以前一个叫利登坎波 他面前有一个出家人 绿绿地犯错误 一直好几次都破戒 后来上师就开始哭起来了 说如果你再给你传戒 那我都无能为力了 没办法了 所以有些人自己一直犯了 现在我们世间当中的 有些人真的 比如说贪污的一些官员 喜欢贪污的一些官员 他根本不知道自己是错的 还认为自己是很聪明的 自己很有能力的 很有善巧方便的 最后在堕入监狱里面的时候 他自己才发现的 所以我们现在世间的人们 看我们每天的所作所为 是不是错的 这一定要观察 如果你没有发现你自己的错误 那永远都是不会有 变成好人的机会 所以这是大家一定要注意 如果你没有发现 以前自己所积累的这些善根 也会摧毁的 比如说一个修行人 他学了很多年了 后来就学外道 学外道的时候 他根本不知自己错误的时候 他当下自己以前所学的 这些智慧 积累 这种资粮全部都摧毁了 所以人必须具足正知正念 这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下一个颂词 他这里就是说 我们修行 功德越来越增长的话 那么与他相反的 过失是越来越灭尽的 比如说我们有些人的 闻思修行越来越增长 他的智慧加以提高 这个时候他相续当中的 贪嗔痴 傲慢嫉妒 以及各种罪业和过失 逐渐逐渐会灭尽的 看一个人的行闻和道行 有没有进步 如果有了进步 那么他的过失 会越来越灭尽 所以在修学过程当中 一定要需要精进 有了精进 一定会有进步的 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 整天都是处于一种无聊 恨恨恶恶恶 糊里糊涂当中 那么他的智慧 绝对不会有任何上见 即使你过了一百年 你的智慧还是永远都是 没办法增长的 今年也是一岁了 明年也是一岁了 始终没办法长大了 有这样的一种情况 因此我们学习佛法的时候 大家应该还是要有一种进步 没有进步 越来越变成法有者 越来越变成那种 没有实在意义的 生活也是在吃喝玩乐 或者一些闲谈度日 那有什么意义呢 就是没有意义的 我都这样想的 有智慧的人 比如说在学院当中 哪怕待一个月 他还是有一个月的进步 如果没有智慧 没有精进的人 即使他已经住了多少年 实际上越来越下降 越来越糊涂 越来越好像生邪见 但这样就没有多大的意义 《水母格言》当中 也是这样讲了 如果在恒恒恶恶当中 虽然过了一百年 但是不会有障景的 就像石头放在水里面 堕杀石石的话 不会有潮石的机会一样 那么我们作为一个修行人 大家应该这样想 首先看什么是功德 什么是过失 这个很重要 我们那边的很多人 根本不知道什么是过失 每天大家早上起来吃饭 放牦牛 然后吃一点东西 赚一点钱 这就是人身的价值 除了这个以外 我们要想善地 在自己的行为上 心理上 身体上 要做有意义的事情 从未考虑 然后要尽量地 摘制一些不如法的 像世间上所提倡的 大麻将 做一些不如法的行为 予以置之 这方面也没有什么感觉 每天好像在 迷迷糊糊当中过日 尤其是我们作为修行人 希望大家也是一定要 有时候应该睁开眼睛 看一看 哪些是功德 哪些是过失 你首先要知道 这两个问题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这一点也不知道 那你肯定对功德没有向往了 对过失没有什么排斥之心 如果没有的话 那你不可能去取舍 所以现在这个人 关键在自己要对好的方面 就是有一种渴求 希望 然后不好的方面 尽量地去制止 如果是在自己前世的 业力现前 或者即生当中的对治力 薄弱的原因 犯了一些错误的时候 但自己还是要 有一种忏愧心 有了忏愧心的话 以后也是不会再次犯 所以这是一定要有 一定的进步 那么下一个颂词说 若子相续增学闻 习果极者成同等 习同等者举起伤 最终获得极无伤 那么我们如果在自己 相续当中的学问越来越增上 那么以前对自己 不能相同的人 已经超过自己的人 到一定的时候与他同等了 以前与自己同等的这些人 远远地超过了他们 最终自己到了一个 非常至高无上的地位了 你知道吗 这是我们平时有些道友 刚来了不久 在学院当中 来了一两年或者几个月的时候 他原来拿的这些课程 马上都已经学了 学完了以后 原来他根本比不上的 这些同修道友面前 考试 成绩 马上就已经赶上他们了 然后下一次 他就远远超过他们了 所以有智慧的人真的是 跟行为上也好 戒律上 智慧上 就好多方面 先虽然是最后面的 但是逐渐逐渐 就追上他们了 那这样以后 最后自己也变成非常了不起的 所以我们有些修行人 真的自己还是有一定的发展 精进 那个时候 千万不能胡思乱想 自己一定要利用 自己的机会和方便 不能失去精进 即使说你人已经老了 或者说有些身体不行的话 我觉得只要有精进 应该说不是非常困难 世间当中 也有一些这方面的教言 比如说 以前《人间奇谈》的一本书当中 有这样的 有一个叫做 叫《维小畅》 他以前年轻的时候 也算是比较精进的 特别爱读书的 但后来他曾经 也不能特别向上 最后在自己的家上 教授为生 后来有一个 叫做诸佛星 诸佛星这个人 非常聪明 但是他家里特别的贫穷 最后没办法教学费 那个时候刚才《维小畅》 发慈悲心 没有给他收学费 然后给他一直教授 包括在一些过年的时候 也经常给他们照顾 最后诸佛星 他比较成绩有进步了 可是这个人是 非常的傲慢 后来他自己 已经考上了修才 这个时候他根本不理他的老师 也根本不知道对他报恩德 那么在大众场合当中 也经常羞辱他等等 做这样的事情 后来有一次 经常侮辱的时候 当时那个《维小畅》 他也认为自己没有长进 后来他本来是六十八岁 但是他想说 我一定要精进地 应该把自己的成绩赶上 后来通过他几年的努力之后 然后他也是刚才跟这个人 同一时间当中已经考上了巨人 以前的学位当中 然后从他的力量和学问 皇上也是看上了他 最后他也是在 四朝供著的过程当中 刚才诸佛星已经犯了法 但是他并没有报仇 而且他也通过各种方式 让他无罪释放 最后皇上也是已经 供认了他的成功和一些功劳 他就成了他的前途 应该说是非常有希望的 有出息的 已经变成了这样 所以我们刚才这个公案当中 也可以看出来 只要自己有精进的话 六十八岁的老人 首先他自己曾经干不上的 已经与他同等了 然后后来这个人 刚才诸佛星 他一直犯错误 在犯错误的过程当中 他远远超过了他 所以我们世间当中 有些人真是这样的 成绩到达一定的时候 逐渐逐渐去下降 然后那个时候旁边 有相当一部分人直接上去了 那么所有的居士 出家人当中应该我们经常 佛教方面的这些知识和智慧 需要对比 好的方面 大家尽量地去 与同等的人面前 我昨天看了有一个居士 他学佛的时间不是很长 但是他就成了 几百个居士的辅导员 这也是他自己的这种 也是一种智慧和精进分不开的 否则有些居士 已经学了十几年的佛了 然后现在刚开始 还没有过一年的这个人面前 要天天地听法 那有些人真的有不同的一些成就 所以说 我想我们也应该 自己都自己有一种决心 尽量地 不要再下降的意思 如果我们的相续 贪嗔痴满党 烦恼越来越增上 过失越来越增上 那这个人就像渡山的水一样 一直下去了 一直下去的时候 很多人都想尽一切办法 想指着他 但是事不可当 非常困难的 然后向上拿着 有谁都无能为了 有些人犯错误的时候 旁边多少人劝他 不要这么做 不要这么做 看他的业力现前 就没办法 有些包括出家人当中 还手的有些人 旁边有多少人劝他 也没办法 这就是他自己已经非常 进入一种可怕的危险深渊当中了 今天有一个居士 他在外面给我打电话 说是 他马上要自杀了 说是 我劝他最好不要自杀 没有任何必要 但是他自己介绍 我以前非常好的一个佛教徒 但后来因为 对别人的种种执著 然后现在 已经精神不正常了 明天准备 今天晚上准备写遗嘱 明天前往什么什么地方 准备自己要对自己 采取措施 但有些人说这样的话的时候 我们旁边的有些佛教徒 没有任何必要 世间当中得一种这样的人身 尤其是学佛的这样的人身 已经堕入到这样的下场 是非常可怕的 没办法的 那么世间当中 也是有些领导 有些贪官 最后他自己的下场 越来越下降 越来越下去 我们藏地有一种说法 就是 上去需要三年 下去需要三天 我们要变成一个好人 经过很长时间的训练以后 才能获得的 而下去的话 有些人的成绩 他的知识 他的行为 一下子就下去了 那就没办法 谁也无法阻挡 可是我们希望 一定要 不能这样的 自己一旦遇到一些违缘 痛苦的时候 好好地祈祷三宝 最好不要做一些 最下列人所做的行为 这对自己的精神 来世都是不利的 好 今天讲到这里 好 下面 下一个颂词是这样的 我们在广大无边的世界上 所有的众生都想得到自己的利益 但是很多人对如何 进行自利的问题上 很多人不是特别地明白 通过我们上面的学习 智慧的重要性 最后也有一个 终结性的教言 也就是说 凡是愿意帮助自己的能详 利益自己的这些人 就是一定要恒舍地去精进 精进什么呢 就是要断除自相续当中的过失 增长自己的功德 这一点一定要精进的 而且我们现在作为一个人 我昨天前面也讲过 就是不能生活处于 一种昏暗的状态当中 一定要有一种愿望 有一种发心 作为一个人的发心 非常的关键 但是要有发心 没有智慧也不行的 因此一定要知道 哪些是过失 哪些是功德 那么关于功德方面的这些道理 自己都是一定要想希求 没有希求心的人 应该说是非常可怜的 包括我们现在考试 在有些智慧上面 一定要有一种竞争性 以前的这些高僧大德 都人与人之间 还是希求智慧上面 都有一定的竞争性 所以说我们有些人 功德有也可以的 果实有也可以的 什么都不在乎 跟世间的这种旁事 基本上没有什么差别 只要有一口饭吃 天天都是糊涂糊涂地睡觉 那这是作为人 没有意义的了 应该说是 有一定的智慧 这种智慧不要用在一些小聪明 一些没有意义上面 最有意义的什么呢 就是我们相续当中 要增长功德 增长功德乃至有生之量 乃至甚深事实 都需要具足的 因此为什么萨迦班智达说 明日死 今日要希求智慧 还是有非常甚深的密意 因此作为一个人 一定要想尽一切办法 断除自相续的过失 这一点需要精进 没有精进的话 那么过来一百年 也是没有上经的 所以这是断除过失 和增长功德方面 一定要精进 必须了知取舍药 故当欢喜诸真实 一极真实之论 横上精进而修行 那么我们的智慧 必须要依靠一些智智们的引导 所以我们前面所讲的 增长功德远离过患 一定要需要有一种因缘 这种因缘是什么呢 就是要多多地依止 欢喜一些善知识 好的具有智慧 文重的高僧大德 或者一些其他的智智 同时自己也应该翻阅 一些高僧大德们的论典 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我前面也讲了 就像智悲光尊者 阿成论师 实际上 历史上许许多的 这些大德成就者们 都翻阅 前辈高僧大德的论典 或者说 一致这些上师 上师们的相续当中 所存在的这些功德 全部是以满平群邪的方式 来自己获得 最后自己也都 跟上师们的果位同当 应该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作为一个修行人 一定要有一种悉旧心 这种悉旧心 对经常高僧大德们的论典 现在高僧大德们的论典 我想不说别人 包括我一个人翻译 这应该说是非常多的 你们一辈子学 应该我认为是可以的 虽然我是一个凡夫人 这是我在课堂上 一而再再而三地说过 这不是什么谦虚的话 绝对不是 自己是什么 自己应该清楚的 但是我们所翻译出来 最多是在词句上有一些错误 从他的内容上和 整个文字的文笔结构上 应该说是没有回答的错误 所以通过我们很多人 对前辈高僧大德这些论典以后 对自己的相续 有没有帮助呢 肯定有的 不说别的论典 你只要天天看 《入菩萨行论》和《大圆满前行引导文》 那你的相续 决定会有好处的 如果你有机会 整天都是依止一些上师 跟他们的言行举止 点点滴滴都逐渐逐渐 在自相续当中传习 那你的行为和智慧 一定会越来越相伤 可是现在世间人不是这样的 大多数人每天都是 说一些无聊的话 做一些无有意义的事情 前一段时间 我认识的有一位老师 我打电话 你最近在做什么 他说 我最近已经放假了 现在冬天 什么其他都不做 每天都是到那里去 做一些连续片 每天都是看 白天也在看 晚上也在看 一直这样 我说你完蛋了 人活在这样 你作为一个老师 如果这样下去 一切的一切都完了 今时来世都已经毁坏了 没有用了 现在世间不仅仅是他 好多人 可能你们很多亲朋好友 也是这样的 每天都是混日子 实在是没办法 要么到一些 不清净的场合里面去混日子 要么在家里 天天都是看电视 天天都是打游戏 这些都是在我们 不说学佛的大乘佛教当中 就是世间当中 也是稍微有教养 稍微有知识 那么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充当自己的生活 那是非常的可笑 无聊 是没有意义的 非常虚荣 因此我想我们在这一品当中 再三要求我们要打开智慧 打开智慧 有两种途径 第一种 你要长期地一直善知识 整天都是 哪怕每天也是听一堂课 这个不是很困难的 就是一定要听 如果这个机会没有 那应该不是一些凡夫分别念 自己专注的这些论典 这些没有多大的意义 应该高僧大德 千百的这些智者们 对自己的今生来世 都有帮助的论典 经常学习 只有这样你的行为 就像上宣语一样 越来越增上的 这以上介绍了智慧 智慧的确作为人来讲 是非常重要 没有智慧的人 在任何一个世界当中 是非常可怜的 那么下面第二个功德 讲文重 就是文重也非常重要 何谓文重之师父 即是正知可行者 若无文重者胜得 则如随眠之念义 他这里就是说 什么叫做文重的师父呢 所谓文重的师父 我们人们经常认为 这是公平正知的 处理任何一件事情 那么以客观地 公平地处理 这样的公平正知 当然我们这个正知 下一文当中还要宣说的 在这里不光说 还有什么叫做文重的人呢 人们都认为 这是可行者 足以信任 应该 哦 这个人不管是对他 用财务方面也好 用修行方面也好 用世间的任何事情 委托他 或者给他交代 这个人是永远也不会欺惑的 非常可信来的 平时任何一个团体 公司 或者集团 组织当中都有 有些人 哦 这个人当初来 绝对是没有问题的 非常稳重的 这个人肯定没有问题的 一般来讲 当初来的人 还是比较稳重的 你们看看谁是当初来 应该 因为让他要关钱的话 很多都不敢 随随便便不敢 交到他手里面 可行者 作为一个上师也好 佛教徒 居士 出家人 不管怎么样 大家都非常信任的人 也可以叫做稳重的 如果这个人今天跑到哪里 明天跑到这里 然后今天想这个 明天想哪一个 那这种人大家也是 不一定对他有信任的 所以人的稳重 自然而然对别人产生一种影响 就是这个可行者 真正的一些可行者 那么永远也不会欺骗他的 哪怕是遇到生命危险 他也不会欺惑的 这种人才叫做可行者 原来世间有一个故事 我们那边发生的 我们那边以前 罗阔也是一个小国家 当时有一个国王 可以这么说吧 那个国王叫做 耿盆耿地 然后耿盖手下 有一个叫做勒塔 勒塔算是当时的一个讲相 还是非常出名的 然后古代的时候 那些有智慧的人 有能力的人 或者是一些英雄的人 在各个地方的一些朋友 他们在一起 在三宝面前发誓 我们今天就交朋友 以后成为互相可以信任这样的人 但是当时勒塔跟舍达这一边 有一个人 他们两个同时发过誓 后来这个人成了 整个我们下面国家的远地 整个路阔的 包括郡主和所有的人 准备杀他 当时勒塔也是下命令 不得不去去了 他首先好像没有认识他 没有知道是那个人 然后他去了以后 他们军队把他的房子围绕山圈 第二天准备开枪 准备杀掉他 那个人一出来的时候 他就已经知道了 自己的前途 只有这四路一条 然后他左看右看 实在是没办法 后来他看见了勒塔 他就大声地喊 我今天遇到最大的困难 你应该救我吧 他就往那边去了 往那边去的时候 他就想尽一切办法 把他放了 把他放了以后 后来小国 所有的大乘集中起来的时候 大家都知道 他故意放了 当时的这种制度 也非常的严格 他们都认为今天肯定要判死刑 然后那个郡主叫勒塔过来 你为什么是我 整个所有国家怨恨的敌人 今天你一个人 为什么把他放了 你现在怎么想 然后当时勒塔 他就想了一会儿 他说 是 我这一辈子上上下下 大大小小的事情 全部没有一个不做的 所做的功效 我觉得是 郡主你也会认可的 但是有一件事情 我今天也要成悲 我们曾经在三宝面前 发过誓 我今天看见 他遇到最大的困难 如果我欺货了他 那我不算是人 所以我确实是 特意地把他放了 那放了以后 我在国家当中 已经犯了最大的罪 你可以惩罚我 你现在看我的脖子 我还是愿意 但是我也想过 感受这种惩罚 后来那个郡主 带着一种微笑 他就好像没有说 那你把你的枪和你的马 给我拿过来做忏悔 当天他就这样 轻轻地处理 然后后来郡主说 我们的乐塔 还是算是真正的文重人 真正是可信赖的人 他遇到最关键的时候 还是有本事的 他还是非常了不起 后来虽然自己的敌人 已经跑了 但是他自己下面的讲相 还是有一定的认可 其实我们修行人 也是这样的 不管是上师也好 弟子也好 居士 任何一个人 在三宝面前发誓的 哪怕是遇到最危险的 那一刻的时候也不舍弃 那这样别人对你 也有一定的信任 自己也算是一个真正的人 应该这样来理解 如果不文重的那些人 今天发誓 明天说话 这些一点都是没有用了 就一会儿就 就像我们这里不是讲的吗 没有文重功德的人 就像是水上的波纹 水上的波纹一会儿 随着风飘荡 就没有了 所以今天说的话 明天做的事情 就完全全部变完了 一点也是不剩下的 那这种人 没有文重的功德 所以也不算真正的好人 在修行当中 我是非常的希望 大家都首先应该是 变成一个有智慧的人 第二个 要变成有文重的人 当文重人的时候 凡是自己 依靠自己的人 也不能欺惑他 这是《诗证广传》当中 也是公案比较多的 我在这里不宣说 那么下一个就是说 若具文重虽无语 也能圆满百功德 若无实法持根本 则无愚法可惜记 那么就是说 如果具足了文重的功德 那么其他什么样的 功德都不具足的话 但是所有的百种功德 都已经完全圆满具足了 比如说我们一个修行人 只要非常的文重 从开头到最后 非常圆满的修持 其他的智慧 好多的功德不具足 实际上他的修行 应该说是圆满的 前一段时间 我们《学行入行论》的过程当中 也是发现 有些人今天报名 明天又想来 其他的事情 也过一段时间又要想报名 翻来覆去 就经常可以看得出来 他的心态 而有些人 虽然智慧不是很高 但是自己所发的誓言 不管遇到什么样的 违缘困难 他都不会退下去 这就是一种文重的表现 只要这样的文重 什么其他的功德 都可以圆满的 以前汉传佛教当中 也有这样的公案 以前在金山寺 有一个叫做相等寺 叫做吃驴医师 吃驴本来都是比较笨 经常很多人堵他 有这样的 有一次 在六月六号的时候 一般都是汉地塞尽日 塞尽日的时候 当时那个经典 全部在外面塞 那个时候有一个小和尚 故意堵他 有一个小侍者 故意堵他说 哎 你这个相当时 为什么所有的金 全部都在外面塞的时候呢 你把蜡烛 也应该外面塞 后来相当时也是把一盆蜡烛 拿到太阳里面塞 结果下午的时候 全部都融化了 只是出现一点灯线 然后到了晚上念经的时候 威洛师叫他点灯 那个时候全部都化完了 后来威洛师觉得 这个人是非常笨 但是一下子 要向前单开除的话 也不好意思 他通过其他不同的方法 说是 你现在非常有智慧的 你看 非常了不起 你以后度化众生 有无量的利益 地生事业 那你以后可以到土土寺 地县寺那里去残血 在那里肯定有 很好的前途 当时陈律师认为 威洛师对他非常地慈悲 非常地感谢 他就一边非常感谢 一边他把收拾行李 马上前往到那里去了 前往到那里去了以后 地生事也是通过对他的了解 确实他比较笨 别人故意愚弄他 知道这一点 但不管怎么样 根基利益也好 根基顿也好 作为大乘佛教的教徒 讲经说法的时候 也不能随便执着 后来他对他也是讲经说法 讲经说法的时候 有时候要求他做寺院里面的事 同时读一些无堂课 功课等等 那个时候 陈律师非常地温重 一直不管做什么寺院的 什么扫地 洗碗 还有什么工程 当时所有的事情 他也是勤勤恳恳地做 然后也非常认真地 每天都是读诵 后来逐渐逐渐地 他的读诵圆满了 然后让他学那个 还有前面的威洛师当时他说 你到那个地生事那里去了 然后你以后讲经说法的时候 我给你当威洛师 他当时这样说 然后他真是在那里 真是在那里学得非常不错 后来《楞严经》和《法华经》 慢慢慢慢都背诵了 然后后来《楞严经》的闻察 还有《法华经》的回忆 全部背诵 最后真是成了一个 能讲经说法的法师 非常了不起 第一次到那里去的时候 都带着他 后来听说他非常出名的时候 威洛师也是真的 到他那里去求法 还有当威洛 有这种事情 这也是很多历史上面 讲他人非常稳重 不管是到那个寺院里面 虽然刚开始的时候智慧没有 但后来真是已经开悟了 所有的这些经论全部通达了 这也是我们任何稳重而修持的话 其他的功德暂时不具足 逐渐逐渐越来越真实 我们现在学院当中也是 人比较稳重地 待的时间比较长 那应该就是 其他的功德不具 我为什么这几天 待过十年以上的人有特殊开许 我想他们也是 就像吃律师一样 逐渐逐渐可能当大法师 有些虽然十年当中 还没有得法师 但是真的人很稳重 毕竟住在雪山 在雪域的藏地 带来十年的话 还是人有一定的稳重 如果稳重的 世间的根本法没有 那么我们希求其他的功德 那绝对是没办法的 绝对不可能的 所以大家应该 要学习一部论典的时候 不要想得很多 现在这个社会是比较复杂的 外面的世界 也是信心舍舍的 今天一直这个上师 明天一直那个上师 今天求这个法 今天求婆娥法 明天求火供法 后天求回供法 整天自己都不知道 最后就弄成什么样的境地 最后世间和出世间的 什么功德都是没有的 应该首先是详细地观察 然后在一个法上面下功夫 这是文宗的一个表现 今天讲到这里 这是文宗的文化 我认为文宗的文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